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顿又叫做超手 本地人都叫超手 走出那些地区之外其他的地区还是叫文顿 扇贝 头一次吃 来尝一尝 里面是一整只的扇贝 这个海鲜味还是非常的浓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好吧 开动了 这是也算是中国特色小吃了吧 黑方块 其实就是油炸臭豆腐嘛 基本上合着是一圆一片 然后可以看一下 有黄颜色的有黑颜色的 黑颜色其实就是应该是通过什么加工手法 使这个黄颜色的这个豆块变色了 通过油炸 炸完之后呢 再放上一些拌料 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油炸臭豆腐 那油炸之后呢 把中间给捅破 这样的话我想是几个原因吧 一方面是防针里面的热供器 刺伤 这个咽喉嘛 然后其次的话是往里面倒一些蒜汁 这样的话这个蒜汁可以融进去更入味 再放上一些调料嘛 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这些简单的调料 再倒一点牛汤 这一份是五元钱 五块 一元一块 那就开吃吧 这就是桂林螺丝粉 那西南地区呢 人们都是以粉 也就是米粉 用这个大米打成的粉 做成的 类似于面条装的猪食 西南地区呢 都以粉为猪食 但是具体到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 桂林螺丝粉的特点 就是有这个贝壳类的东西 所以说螺嘛 所以说叫螺丝粉 我们看一看其他的副料 这个叫油果子 其实也就是豆泡嘛 这也是豆皮 花生 还有这类的蔬菜 这个是汤的调料作用 这是酸萝卜 还有竹笋 还有竹笋 花生米 那一般当地呢 都喜欢吃辣 我吃不了辣 所以说点的是这种 青桃粉 但是就算是青桃粉也会有一点辣意 对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还是正好的 而桂林的螺丝粉呢 是这种宽粉 有的地方是那种细粉嘛 桂林螺丝粉是这种比较粗的宽粉 再进去看一眼 刚才好像有点曝光了 好吧 感谢收看 开动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